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24小时内 拜登退选24小时内 乌克兰的外长说应邀访华 而且要在中国待四天 乌克兰外长是紧急访华 现在国际地缘政治非常复杂情况下 这个夏天注定有大事发生 你看川普的枪击 拜登的退选接连发生 我可以确认 川普不会只有这一次枪击 可能你明白什么意思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总统选举 只专注于剩下的任期 这个消息曝光 不到24小时 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其实在 拜登宣布要退选之前 就已经和川普通了电话 就把现任总统拜登给晓在那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应该是已经开始密集的释放要谈的信号了 说愿意与俄罗斯进行和谈 不再坚持自己之前的条件了 然后乌克兰的外长 乌克兰就收到了中方邀请立刻启程访华 这显然就是要跟中国谈 为什么跟中国谈 他必须以中国为一个抓手来跟俄罗斯谈 他不能直接找俄罗斯 所以特定的角度去看 就是川普 不是川普 拜登退选 然后泽连斯基和川普通话 然后库里巴放华 这是一个连环的 核心全都指向了乌克兰危机 也说乌克兰危机会不会结束 我可以告诉你 不会结束的 不会结束的 我信心百倍 不会结束 原因就是乌克兰危机本身 就是让美国的两个对手 主要的战略对手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欧洲 可以打 可以 就是一箭双雕 一十二牛 一个乌克兰战争 就可以让这二位永远斗下去 这为什么咱们当时跟俄罗斯就划定了边界 就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战略高度 看了 2000年 江泽民就签了 我们不会和俄罗斯存在这种领土问题 现在我们是个大智慧 体现了吧 欧洲当时就不签 现在看麻烦了 说白了 就是现在非常容易被美国挑拨离间 美国现在在乌克兰战争是一事而要 打压欧洲和俄罗斯 那我们现在看呢 年底的大选结果 民主党共和党随胜随负 很大程度上实际是 最终谁当选 美国总统决定了俄欧走 俄欧战争的走向的 虽然有小半年才出结果 但是政治从来都是什么 都是提前量 都是商量好的 你千万不要看那结果 那个结果早就是已经有 已经有人预定了 都不是等结果出来才判断 而是提前做判断 提前做准备 所以政治家玩的是个提前量 拜登的退选 特朗普的一时间 现在看就无人能及 好像是最大热门了 大概率呢 你看特朗普重新入白宫以后 大概率可能第一时间要推 乌俄修战 主要是确保美国能专注于东亚 中东 但往大方面说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中 乌克兰的国家存亡 其实 现在看并不重要了 这个问题已经是没有必要去问了 就是特朗普不会像拜登这种那样 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大量军演组 就有一点确定 美国人不会给乌克兰花钱了 这点可以确定了 那自从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话之后 乌克兰就对这种情况有了一定准备了 但是呢 拜登 那时候拜登还没退选 还对拜登有幻想 拜登退选消息之后 最后一根稻草压 紧急着什么 乌克兰最终意识到什么 就自己的不退让 一寸土地不退让 这个策略失败 他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拜登 就是美国的军援 对吧 以前美国的乌克兰是不一律的军援 虽然是没法扭转局势 但是至少给乌克兰底气 但这也决定 就是一旦美国改变一场 就没有了支援 泽连斯基政府可能就调整政策 但是这个调整还真很快 所以我们看到 接受美媒采访时释访核态信号的时候 泽连斯基最明显一个转变 就是不提了 要恢复1990年编辑了 不提了 乌军的几次反攻 其实现在看没有更大成功 为什么停火的选项 现在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 这段时间 乌克兰内部也是在做舆论普典 试探国内的反应 甚至公开说 如今的乌克兰首要任务 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地位 至于乌东四周 以后再说 媒体已经开始放这份了 就是做舆论准备了 主战派和组合派对立 但乌克兰内部肯定是不缺要斗争到底的声音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从宏观形上看 你能不能斗争到底 你怎么斗争 所以现在看乌军总司令已经成为组合派了 他说了最终要给自己找台阶 总司令都已经放这话了 乌克兰这个台阶 我觉得他下也得下 不下也得下 对吧 拜登退选之后 乌克兰释放这个核弹信号 现在只是让自己在俄罗斯的外交博弈中处于被动 没有别的可能性 明天都看到现在普京成为了 我觉得这个主导者 拜登退选就是把乌克兰逼近到一个 自己非常尴尬地位 但这也是代表了乌克兰的战略判断 这就是战略诸如 他为什么不提前判断一下 那么俄罗斯肯定会穷中猛打的 而且要在谈判中腰架上 最好是一劳永逸的解决特别军事行动整个目标 对吧 我会单独谈一些 川普讲过要在他的就职之前要解决乌克兰 你看他这个前提非常有趣 乌克兰现在没法通过军事手段收复 在外交上要出为被盗 保全国家利益怎么办 只剩中国这条路 只剩中国这一条路 我说中国是个爱好和平国家 现在看 但凡想和平的都来找中国 我就说像不像咱们讲中国的很多少人民族 很多人看到中国 是吧 边疆少人民族 说那些国家是 那些少民族是为中国侵略的 你这一看就是外国人 不了解中国历史 你把你们那段历史硬加到中国身上 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 更多的是这些少民族即将被灭种 灭族 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 他们主动寻求向中原王朝 或者叫中华文明 加入这个大家庭 至少能保住他的族 不被灭 有一部分就分裂了 一部分就被灭了 你看很多人就走了 留一部分留下来在中华 这是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实际是什么 是民族融合历史 实际就是 有些人就是被灭族 那个草原或者是整个的西北 古列巴访华呢 其实是泽连斯基慌的一个表象 他为什么慌 原因就是 能对俄罗斯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 只有中国 美国现在没有影响 因为说川普 川普没有影响 从普京连续说被骗 已经告诉大家 他对欧美人已经没 包括默克尔 他对默克尔也完全没有任何信任 像他信任的 就是这二十多年一直说话算数的中国人 中国人在边境问题上从来没有找过任何俄罗斯麻烦 而且说到做到 就中国人对俄罗斯人通过这二十年 普京就是见证着了 是完全看到了中国人手心这一面 不容易吧 建立信任就是通过一点亿的二十多年的努力 美国人西方人是干什么的 一点点利用普京对他们的好感 谁就卖祖产 把老祖宗基 机械的那点得全部撒 那说这个泽连斯也意识到了 就真正能够沟通的 就整个的欧美啊 是跟俄罗斯是仇敌一样 根本就地步上一句话 现在看只能是 有中国 只有中国有这个影响力 那中国干什么 让中国给带话 要见普京啊 还能干什么 那乌克兰访华能作用吗 有去作用吗 肯定有啊 因为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呢 中国是最直接的一个态度 中国对俄罗斯一样的意识非凡 直接态度 那就是可能影响他接下来决策 就是说 如果中国希望这个事就解决在乌冬 就是包括这四周 就以他为终点 那普京可能也会见好就收 我觉得平民是有这个能力 说不普京啊 俄罗斯之前不一直 非常赞同中国的立场 是吧 而且积极的配合中国在乌克兰媒体上发挥作用 对吧 这个作用 我觉得啊 就是如果他希望中国啊 这个是阻止俄罗斯的前进啊 啊 说让中国施压俄罗斯 那就是做梦了啊 这个战场上不可能让中国人 说白了你得把乌冬四周吐出来 你得把乌冬四周啊 至少这个顿尼斯克是吧 人俄军要占领啊 乌克兰的现在是完全是听从美西方的啊 所以实际上就变成了战略上的啊 一个最大的一个弱点啊 就完全是可以随时被人出卖的 乌克兰现状 你看看台湾人想想啊 日本人想想啊 未来就这样 那还有一个问题 他既然来了啊 那中国会救乌克兰吗 啊 我觉得会救的啊 中国从来不承认乌冬四周是个是独立的 而且要加入俄罗斯的啊 中国从来不承认 就是中国会不会救乌克兰啊 呃 乌克兰救无救的问题 其实啊 倒不是中国去救乌克兰 因为他能不能自救啊 我觉得应该这么谈啊 中国永远不要去当救助主啊 这个这当不了 任何人都当不了救助 咱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 他能不能自救啊 你看美国北约啊 他都救不了乌克兰啊 你看这个北约现在啊 美国现在放弃乌克兰 说放弃放弃 他们都救不了乌克兰 中国更不要说中国能救了 中国也救不了 咱们应该说啊 就是他乌克兰能不能自救啊 呃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听不听中国的劝呢 中国其实很中立了 对乌克兰是没有私心的 中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 对吧 我接触了很多都跟那个中国人很友好的 说白了 中国对乌克兰的建议还是很中肯 就看乌克兰认不认了 那怎么样自救呢 中国有了一个路线图了 对吧 实际是俄罗斯也支持的 所以只要乌克兰能听中国的意见 未来在北京可能和普京见一面 乌克兰问题最核心其实是去俄罗斯化 咱们之前讲过 顿涅斯克去俄罗斯化 就不允许讲俄语啊 还有就是什么 你不能加入北约 对吧 俄罗斯关心不就这两点吗 就是你乌克兰能不能中立化 是依旧这点 如果是乌克兰一直保持中立 那绝对东西方的这种利益都可以吃掉 这个对大家国家 据说很多西方的投资 加上中国投资 首选不是俄罗斯 首选是乌克兰了 但是呢 这个国家显然是 选择方向错了 他最后选择是家破人亡 关键是自己能够醒悟 就一头倒向西方的结果 现在看大促特促 战略上失败 所以中国给乌克兰提供的帮助 可以 但是必须你也先纠错 你不能倒向任何一方 而且马达西方公司 中国当时花了45亿美元 这比交易是16年 这比以前还没算过账 也就是说围绕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还找中国 可能这事要谈了 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大国不义中 乌克兰的现在 这个战争打到现在 那么川普现在要上来 乌克兰的大国不义才刚开始 美国人之前借了乌克兰 赢得了自己的一地 紧接着大国不义 只能是更精彩精彩 我们顺便 总共这样表明说 未来压力足够大的时候 泽连斯基可能要跑 就是离开乌克兰 因为他如果不离开乌克兰 普京可能就没法跟中国去谈 那么他就没法跟中国去谈 不过去谈 不过去谈